冠冰疫情促使利率走低 让不少的组屋买家去年的转向银行贷款 在获得批准的1万个预购组屋的贷款中 有14%向银行借贷是5年来的新高 来看记者黄康伟的报道 建屋局提供给本台的数据显示 向金融机构贷款的预购组屋买家比例 在2017年到2020年维持在5%到8% 这比例去年显著增加达到14% 分析师指出 比起建屋局贷款2.6%的年利率 金融机构近期提供的利率较低 因此促使买家转向银行贷款 至于转售组屋 大多数买家过去几年选择向当局贷款 比例在2020年达到六成 不过在去年的24100份货批的贷款中 只有47%是同建屋局贷款 转售组屋的借贷款比预购组屋来得高 因此买家可能认为通过银行贷款会节省更多 有些买家也可能会根据自己能承受的风险 选择是否要固定或浮动利率 因此选择向金融机构借贷 随着美国联邦储备局即将加息 这相信会带动本地贷款利率上升 分析师认为还是要一段时间 才会出现大幅度的上调 而想要承担较少风险的买家 可考虑转向固定利率房贷 建屋局也提醒 买房是长期的财务责任 买家因此应该谨慎规划 新传媒新闻记者黄康伟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